你还记得是多大的时候 身体上发生了什么样异样的感觉吗 十五六岁的时候 他这个病首先说是走路 先不经意地摔倒 慢慢地随着摔的次数就多了 而且起来的时候也越来越困难 再后来就发现上台阶 包括骑自行车什么的 根本就用不上力 尤其是胳膊 就是再往上抬的时候 是相当困难的 肌肉像这个宫二头肌 包括大腿这边 就是严重的萎缩 到2003年 我那个时候这个呼吸 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说话是特别不清楚 比如说我说反复 那个时候我会说成反复 它用不上力 那个时候说话的时候 有些口齿不清了 对 但是刚才我听你唱歌的时候 口齿很清晰 你的歌词基本上听得很清楚 你现在是怎么又变得说话这么清楚了 中国有一句话 叫练什么有什么 我当时2000年到北京的时候 我在一个出租房里边住着老师每天过来教我声乐 教我来练习这种发声什么的 他也发现了我这个说话呀 特别不清楚 他给我买了这个报纸和杂志 然后我呢就是看着这个杂志 我按着上嘴唇 比如说啊 父亲 是不是很清楚 父亲 反复 揉 他这个功能已经失去了 但是呢 我想通过这种感觉啊 给他揉出来 确实经过几年的锻炼和努力 现在啊 可以说 越来 说话越好了 我在北京 第一个是因为我家庭 我不想让我父亲那么累 来照顾我 另外一个呢 我在北京是有目的的 我觉得我的生命可能不会太久 但是我希望我的作品 能不能像李白和杜甫的诗一样 流传下去 学生 我尊重所有人的梦想 但以你这样的身体 活着 都是一个无比浩大的工程 讲讲钱吧 你每天 你总要花钱 怎么弄到这些银子 刚开始来北京的时候啊 花钱呢 是家里给 给 我们家里边我爸爸就是农民嘛 他以前就是开拖拉机去拉煤 然后 好辛苦的活 挣体力活 挣体力的钱 我们当地呢 还有一些朋友 他们呢 就是 也说了 说如果你有生活上的困难 可以打电话来找我 我早前的时候 有一个大哥 总共支持我 两万六千五百块钱 他后来还了 后来家里给他还上了 其实老师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 就是学风 有机会 谈梦想 追梦想 是因为很多跟你相识的 或者不相识的家人 明说或者不明说的 给了你一次又一次温暖的相助 是的 谢谢大家